哈喽大家好我是洪耀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今天我们要用商业视角来分析行动党未来 在争取选票上最大的隐忧 或者是说他们的挑战 对不对 要听我们具体分析的话 请先帮我们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你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天的影片 是 什么是行动党最大的危机呢 其实这个没有出现在新闻的版面 是我最近有跟一个YB 雪州的这个YB去谈天的时候 他就有说其实现在 他们是看到一个怎么样的趋势呢 其实还是回到这个伊斯兰党 在这个Triple One Night的选举当中 狂盛的一个契机 当然有的人会诠释成 这个是绿色浪潮来袭 是伊斯兰的保守主义抬头 但是其实从另一个观点来讲 伊斯兰党可以赢很多票 其实有一个现象 就是他们在TikTok上 在这个抖音上 有很多这一些影片 然后就是宣传这个国盟的旗帜 然后呢就吸引到了很多的这些年轻选民的票 所以这个YB的讲法是 其实未来呢 这个行动党的挑战 在争取年轻票上 会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战役 没错 就是我觉得就是 得年轻选民票 得年轻选票者得天下 这个概念是不会有错 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浪潮 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对不对 总有一天这些 现在的年轻选民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那影响到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关键 毕竟将来大家会组织家庭 然后他可以影响他的父母 影响他的怨妇怨母 那的确年轻选票是现在的这个关键 如果这样讲 他好像就是说 对于所有政党来说 年轻选票都很重要 但为什么这个YB 这个行动党的YB 他会那么的在乎说 行动党非常关键 就是年轻选票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问条运 其实那时候马哈迪 他不是要跟希望联盟一起 这个在509大选的时候 组成希望联盟 来对抗国阵 对不对 你的态度 请问你是偏支持多 还是偏反对多 其实我当时 是觉得偏支持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 其实对马哈迪的这一个印象 没有什么印象 因为毕竟马哈迪 就是没有当首相的时候 我们才小学一二年级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来讲 当时我看到 马哈迪就是在这个 小学课本上看到的 第四任首相 2020宏愿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些东西 就好像挺好的 对不对 当然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然后自己去了解一些 马来西亚的历史过后 发现老马这个人 好像不太对 好像为什么要跟他合作 就你慢慢才会有这一种想法 但是一开始 当我上一届大选 其实21岁 就刚好是投票年龄 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支持马哈迪 对对对 像Kalvin这样子的一些 年轻人算是很少见 他会自己去翻历史说 当年这个马哈迪 我们在课板上看到 多么伟大建这个双峰塔 然后又有这种 什么F1赛车等等 我们在课板上都听到很多 可是其实 我们这一代人 就我们那种年轻选民 对于马哈迪的观感 跟老一辈人 很像我的外公外婆 他们其实是很讨厌马哈迪 他们当然为了最终给希望联盟赢 他们还是投希望联盟 可是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的情感是很抵触的 因为其实马哈迪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种族主义也好 或是这个 炒调大法官 干预司法 然后各种各样的打击案 这个有reformacy的运动 所以其实 年轻人他总是会有一个 不可以说是问题 但是说一个特质 就是他很难理解上一代人 为什么那么反对 跟那么讨厌某件事情的原因 那其实回到来行动党的 这个YB 他的担忧也是一样的 他担心年轻选民是谁 像我们 我们虽然也是年轻人 90后 但其实未来的世界 你可以看到 18岁现在可以投票了 所以有很大的一群人 其实是00后的票 对 那00后 其实他没有经历过 像我们08年 308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开始 有在关心政治了 然后到了505 然后到509 然后到了现在1119 其实我们走过这10年的民主 我们就知道说 希望联盟他们是对抗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 贪污腐败的国阵 没错 可是00后不知道的 对 因为我们90后的 最深的影响就是 纳吉他如 或者这个1MTV的丑闻 毕竟那时候 我们很多人已经开始 步入社会 或者说已经进到 这个大学里面去 称造 那我们可以接触到 很多的这些新闻 或者说 社会上有一定的压力 然后这个压力 让我们开始会关注这个政治 于是我们才能够了解 这个纳吉还有罗斯 到底有多么的可恶 但是想一想 当时候的00后 好像才刚刚念中学 对不对 所以他们对纳吉这一个人 可以说是基本上 完全没有概念 或者说只是听父母说 就有点像我们 只是听父母说 马哈迪过去有多么的坏 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是 所以很像我们90后 我们也是来得及 参加这个Berset的运动 可能Kelvin也有参加过 对不对 就是争取干净的选举 可是00后 他就没有办法共情 所以其实对 现在的00后来讲 你说什么西蒙 国阵 国盟 你说这个国盟多烂都好 其实他可能也不会有感觉 对 甚至是有一种讲法是 其实这一次这个国盟 他砸很多的钱 在这个搞TikTok 他就是 让所有的KOL 其实没有什么营养的部分 他不像我们做Youtube 可能他会跟你讲道理 说为什么你要支持希望联盟 或是要支持任何一个阵线 他就是穿着一个很酷的 Bagata National的衣服 然后说 这样子 年轻人就觉得很炫 很酷 他们就支持了 会有这样的情况 甚至是据说 当然这个东西也不好作证 只是听别人讲 甚至有一些华人的年轻人 其实也是偷国盟 对 其实在TikTok上面 我看到一些 就是华裔的年轻人 他们就支持这个国盟 支持他很出面 就是穿着国盟的衣服 然后叫你一定要偷国盟 但在我们90后 甚至是80后 甚至更老的一辈 就会觉得 你一定是被国盟收买了 到底花多少钱 才能够让你背叛这个华社 对不对 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 当然可能当中 有人的确是收钱办事 我们也不能够排除 他真心支持国盟 对不对 就因为这个TikTok上面的旋风 就不懂老一辈的人 有没有看TikTok 就是上面都是小姐姐 在跳舞啊 扭捏捏捏这样子的 就可能就是年轻人 比较容易被这些东西 受到影响 因为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 没错 所以其实回到来 我觉得就是 不管是我们做这个频道也好 还是大家 其实很多的这些 红律师也好 吴起冲也好 当然他们立场 有的时候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其实 我觉得很重要的 一个部分 我们做这个 这些所谓影片的创作者 我们是要把 这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做一个记录 对没错 那记录以来 我们除了是 让大哥大姐知道 就是我们分享 我们的一些观点 跟大家交流之外 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分享到 00后的荧幕前 或者是说 我相信所有的 这些大哥大姐 他们其实也是会 极力的要把 过去的一些历史 传承 或是告诉给 他们的孙子跟孩子 给他们知道说 其实你现在所看到的 国阵跟西蒙 他并不只是眼前 你看到那个 滴岛的画面而已 他其实过去 他以前的一些 pass record 他的历史记录 其实我们在投票的时候 也应该考量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可能 这个国家随时随地 就突然之间 本来是我们觉得 很好的希望 你们就被别人 甚至是我们自己的 下一代拉下 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可能 没错 那我们其实一直在 记录这些新闻 其实我们奉行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今天的新闻 就是明天的历史 那我们希望 就是每一集的新闻 它以后当成为历史过后 它能够一直不断地 去提醒我们的后人 国家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未来我们的路 应该要何去何从 是 那我们也会尽力 就是做到每一天 其实我们现在每一天 都在跟三支影片 就是希望可以尽可能的 这个记载更多 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跟输出我们一些 所谓觉得对国家来说 对的观点 所以也非常拜托 各位大哥大姐 就是你们可以把这个影片 分享给你们的孩子 对 你们的朋友 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国家的一些历史 因为我们之前 其实有谈到说 马哈迪 草外汇案 然后当时怎么打压 安华这些案件 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值得让他们知道 不只值得 而且他们必须要知道 是 记得点赞订阅跟分享这支影片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